第六 听说念文殊菩萨心咒五十万遍就能开启智慧四四如一 如文殊私立菩萨等无有益 请问常念阿弥陀佛能不能一样求得智慧 这个问题你可以去试试看 你念五十万遍这个咒很简单 五十万遍大概也不需要很长的时间试试看 念了之后看智慧开不开 可是有人是开智慧 大概你不会开智慧 什么原因呢 陈子里 那个陈子里没有啊 为什么我说你没有陈呢 你现在问我就不陈 用你怀疑 你要是陈心你不来问我 你不会来问我 所以我知道你的心不陈 所以断定你 你不会开智慧 你不相信你就试试看 你念五十遍保险智慧不开 凡事都有个理 你要明理才对 那佛告诉我智慧怎么开的 佛说 这我讲华音音常常讲 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 哪个没有啊 个个都有啊 那为什么现在智慧跑哪去了 智慧被烦恼 就是被妄想分别执着 佛教我们怎么开智慧 你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 智慧就开了 那障碍没有了就开了 所以你能放下执着 执着是头一个最严重的 你就开了三分之一的智慧 你的智慧等于阿罗汉 那么再放下分别 那你就跟文术菩萨智慧一样 如果再把这个齐心动念放下 你就得到跟佛的智慧一样 一切祝福的智慧就平等了 这个法子有道理啊 智慧是平等的 能力也是平等的 我们今天讲的是财义 无量无边的财义平等的 福报也是平等 向好是福报 福报也是平等 现在变成不平等呢 就是每一个人呢 那个障碍有亲众不同 有厚薄不同 障碍去的时候完全像同 所以大臣教理长江 佛佛到头 完全像同 那就是他的障碍全部没有了 都是自信的 信得流露 那个是圆满的 是完全像同 但是完全像同 谢谢观看